詞曲 李宗盛 都在最后化为沉默 所有的容器都必成空 或许我可以 伪装不在乎的笑容 却又锁不住撕裂的伤口 所有的感觉 都在最后随风飘落 所有的故事将成传说 或许我可以 掩饰一个人的脆弱 却又逃不出思念的枷锁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流泪 什么样的记忆才叫做伤心 也许我永远无法了解 只有在风中告别仅有的爱情 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流泪 什么样的记忆才叫做伤心 也许我永远无法忘记 这样让我欣赏的人 是你 是 我知道 明天开启 你不用来 经理 我做错了什么事吗 没有 我自然是很努力 也做得不错 既然我做得不错 你为什么不用我 这没有道理 你是大学生啊 我们的店里不太适合你 这不成理由 没有人规定大学生不能做服务生 金理 请你讲出个合理的理由 不然我不能接受 金理 我知道一定有原因 你就直说吧 这是你父亲的意思 他不希望你留在这里 金理 金理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了 不需要别人来替我决定 我不会离开的 王总 你不要为难我 我也撑下头路的 我了解 我自己会解决的 强了看 我也要去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拿去 也要去 不然 可以 应该 够不够大 我在想啊 这边可以做什么养殖区啦 这边也可以做什么种植区啦 反正是他学这个的吧 就让他自己来策划一下了 不晓得他会不会高兴 老爷您真是有心啊 这里头你想想看 我所做的事情 哪一件不是为了他 就这么一个儿子嘛 我们少爷啊真是好福气 大姐 清一三钥匙 你是任光中先生 对不起 清一三营姐张退房了 退房 你们搞错 我东西还在房里怎么可能退房呢 对不起 刚有位自身是你父亲的人 把你所有东西都带走了 对了 他还留话要你回去一趟 爸 为什么 为什么你要这样 你能不能不要再干涉我的生活 什么时候我才能脱离你的控制 哎 好了 先别急 先别急 来来来 坐下 我知道你今天回来一定会不高兴 不过今天呢 不过别让我看清楚你的毒短和自私 说我毒短也好自私也好 不管怎么说你今天总是回来了对不对 好 让咱爷儿俩先喝一杯 来 哎呀 我不是回来很久的了 哎 你这是什么态度 从你一进门开始 我就处处缝进着你了 那你还要我怎么样呢 我不需要这种事实 我不是你要狗啊 狗一打他一顿再给他点东西吃吃 他会对你咬味道 我是人呐 我是个成人 你却把我当成傀儡 任由你摆布控制 好满足你的权利于我 主口 你 你连狗都不辱 那狗家的主人还知道摇摇尾巴咧 爸 我不是故意要惹你生气 跟你唱反调 我 我只是希望自己能 能够真正独立 什么事情自己当 而不是你一句话 一道命令 为我就摆平一切 我今天回来 就是要告诉你 没有工作 我可以再丑 没有地方睡 我可以打地铺 总而言之 我不会回来 接受任何妥协 好 你不要妥协 我这么多年来 把你影这么大 粗粗为你设想 粗粗为你计划 我为的是什么东西 连今天让儿子回来 我都要处心举立的一些安排 好 你走 你走 你跟我走 少爷 少爷 小心 这是老爷为您买的 生日蛋糕啊 老爷 儿子都没了 要蛋糕我回去吧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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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走 你走 我走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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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 你走 你怎麼把框莊給辭了,人家沒做錯什麼? 被辭了是他又不是你,你緊張什麼? 哎,經理,話不能那麼說,你... 喂,框莊啊,你在哪裡? 好,好,好,我馬上來 不用顧著,連著的状怒 bathrooms 哎! 製盤量 mortal素桃、豆莎,你最愛吃的 哎,我也急,你連火裡吃到いうこと? 拿回家當宵夜吧,好… 小心啊 今天是我母親的季日 也是我的生日 二十七年前 我媽在生我的時候難成過世 從那個時候起 我爸每年都陪我過生日 同時也是為了紀念媽媽 記得在五歲那年 生日那天 爸爸剛好出國 我以為他一定趕不回來 可是 出乎意料之外的 他竟然趕回來了 我好高興 從此 我就跟爸爸約好每年的這一天 不論是多忙 或是有任何不開心的事 我們都要共度這個特別的日子 可是今天 我卻忘了今天這個重要的日子 我爸 他以為我一定會回去跟他過生日 可是 就算我忘了自己的生日 我怎麼可以忘了母親的季日 他 我希望他付出代价以後 才知道父母的苦心 我是在我父親死以後 我才知道父親對我的用心良苦 可是我已經沒有機會彌補 因為他再也聽不到了 你比我好啊 至少你還有機會 沒機會 可是 可是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當時我 我氣壞了頭 我 我居然跟他說我寧可露出些頭 我也騙我回去 我真是 他會知道你在說氣話 他不會怪你的 不 我當時講得咬牙切齒 他氣得叫我馬上滾 他再也不會想見到我 我 我這個混雜 我喝酒 我 不要再喝了 不要再喝了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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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但是,卻是那麼的淒涼 過去所擁有的,不懂得珍惜 而現在所失去的,卻覺得那麼珍貴 對了,你看 這個替你過生日怎麼樣 那還不拿香菸出來 來,洗個月 希望有一天,爸爸能體諒我 我也會更努力的 你的願望一定會實現的 最棒的設計 好 好 快去吧,鄧欣 新人開了 才叫做傷心 也許我永遠無法忘記 這樣讓我心碎的人 是你 你 你 看我多聰明啊 找的是個好位子 任何一個阿蟲那麼大門進出啊 都會看得一親耳熟 這樣子你就不怕漏掉它啦 像我們這種手珠帶住的方式 總比在門口假裝落人 晃來晃去好得多了吧 欸,可是好奇怪 為什麼人都走光了 還沒有看到它 欸,小姐啊 你也不害臊 大姑娘家判情郎 判得那麼急啊 我看你脖子都快變成長頸鹿了 你少胡說好不好 人家只是為了要把衣服還給湯 喔 我看還衣服只是個藉口吧 你心裡想什麼 我會不知道 我會想什麼 我給你講啊 你少鬼腦筋喔 你少裝了啦 看你一直喝水一直喝水 你小心別唱到耶 還在裝 欸,真巧啊 兩位在這邊喝咖啡啊 欸,怎麼會是你 我們正在等一個 我們正在等甜甜啊 黃大哥你應該來嗎 不,我約了一個客戶 不過他現在還沒來 真有緣啊 我們又見面了 好 其實啊,我們是特意來邊做的 已經做了一下午了 哦 是這樣子 那這個下午茶我請客 這裡是我地盤 你可別跟我爭辱 那怎麼行 我們又不熟 怎麼能說不熟呢 我們是第三次見面的 而且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不是那麼轟轟烈烈 上次真的很抱歉啊 我們又不熟 我季節她實在太忙了 阿里 該盜竊的應該是我們公司 無論如何 今天這一餐一定要我請客 對不對 黃大哥我跟你說 其實小薇啊 早就想來你們公司了 只是她不好意思 今天啊 還是我依托她來的 你太胡說些什麼 本來就是嘛 你不是急著要到 黃先生 我看很晚了 我們兩個該回去了 可是 甜甜還沒有來 都那麼晚了 我們先回家吧 喔 這麼晚了 我可以送兩位回去 不用了 我們兩個自己叫對不起 唉唷 這麼晚了 我們兩個坐車回去 多危險啊 還是讓黃大哥送回去好了 是啊 我車就停對面 很方便的 小薇啊 媽 好吧 來 李小姐 請吧 喔 是 拜拜 兩位都在練舞啊 是啊 我們已經一起練舞好幾年了 藝術就在有痕心 你們練舞都是在 喔 每天下午三點到五點 不過其他時間 就要看自己用不用功 像小薇啊 她就特別用功 每天啊 非要練到七八點不可 看得出來 余小姐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你們等一下啊 是你啊 書呆子 怎麼吃啊 跑那麼急 你們把我的錢還給我啦 還錢 好啊 我的錢啦 來啊 來啊 我的錢啦 來啊 拜託你們好不好啦 把錢還給我啦 全部交 我到底會打死我的耶 好可憐喔 那我錢先還給你 你們說把錢還給我 可以啊 還給你可以啊 我們先去換銅板 換銅板幹嘛啦 走走走 去就知道了 要去哪裡啦 走啦 你們騙我啦 這我的鞋子 這樣好了 你要錢正正 來 我們一起玩 如果我們兩個吃的話 那沒話說 馬上來 如果你說的話呢 那人家可見一直都交啦 這可 不會 不會玩這可 蛤 不會玩 真可憐耶 來 我教你 我教你 你就會玩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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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肚子 按摩 摩 我肚子 我肚子 你說要不是嗎 好 好 sí 好 你們 是誰 好 好 喂 我肚子 我肚子 黃仙 那乾脆你送金黃回去好了 黃大哥 那就麻煩你了 好 我先回去了 拜拜 小鬼 為什麼那麼晚還不回家 你在找書啊 找書 你為什麼最近老師都鬼鬼祟祟的 還有為什麼最近老師那麼晚才回家呢 有什麼事情啊 你最好老師的二姐說 知道沒有 二姐 我告訴你喔 不過你千萬不要跟大姐姐講 要不然我真的被她打死了 好 什麼事 我把交普世費的三千五百塊給搞丟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交 什麼 你把三千五百塊弄丟了 我的天啊 你知道大姐知道她會把你給打死的 二姐 你要幫幫我啦 不要跟大姐講 要不然我真的被她打死的 二姐 拜託啦 少來了你 二姐 我求求你啦 要不然我真的被大姐打死的 二姐 二姐 拜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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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你一杯 希望你永遠青春美麗 一杯 五月這東西能請你跳一支舞嗎 謝謝 謝謝 誰啊? 來了來了 來了 什麼回事啊? 快幫忙,把他們扶到處 把你這些臭襪子拿開 姑奶奶,你幹嘛?那些我還要穿的 都快發明了,你還不洗 快點 我的媽呀,怎麼這麼重啊? 他最少有100公斤,我跟你講 不要動我了 用點力 你幹嘛?一個人頭還不夠,還有兩個 他又沒兩個頭 你不要那麼小氣,會死啊 還不幫忙 你不是回家了嗎? 怎麼會跑去跟這小子喝酒 剛才沒來得及跟你講 這小子又跟他老爸吵架了 所以今天不回他老爸家 總得找個地方給他睡啊 我想來想去 反正你這邊最妥當 反正你一個人住嘛 兩個人擠一擠,還可以省點錢對不對 大小姐,你有沒有搞錯啊 這地方我一個人住已經夠擠了 你先弄兩個人來 話又說回來 我只有一張床一張背 現在都被他站去了 晚上我睡哪裡嗎? 你們兩個幾張床會死啊 我才不要跟男人睡呢 那你打地鋪 我打地鋪啊 拜託,你今晚就將就一點 那明天我們去買免費 你們一個人蓋一條免費 極張床這樣可以了吧 好嘛,好嘛 那倒楣嘛 死猴子 你以為你是大少爺啊 那麼講究 你也不想一想 明天到晚在外面跑 這個房間只不過是睡覺用 用個破壞就行了 集結什麼關係 會急死你啊 再說這個房租 一個月五千塊,那麼貴 對,小人跟你一起住 明明一個月只要一個人兩千五 小人他也不用花用 你去住旅館 就兩全其妹 好嘛,好嘛 反正我說不過你 你怎麼說又怎麼好嘛 對嘛,這不就結了 張小姐 你那麼照顧她 你八成對信任的小子有意思 有意思你個頭啦 說話憑良心啊 以前你搬家 哪一次不是我替你打點啊 難道你也以為我對你有意思 怎麼沒走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這個人最看不得別人落魄了 我這個人最看不得別人落魄了 同地相憐嘛 今天小人跟她老爸鬧翻啦 走投無路 我們總不能不幫忙啊 這算什麼朋友 你說對不對 好嘛 你說話當然算數了 那我住人住到底 以後床不拉睡 我打地步就好了嘛 爹,到底有多少 我也超過一百塊啦 好,五百塊 你不要吵,行不行嗎 算啊算就是算錯 我自己操貨的看看 喂,請找一下金華,謝謝 金香葉了 金師傅 喂,金華 先借我一千塊黃 好,好,好 好,那沒事了啊 好好好 好唄 小薇啊 你要用錢跟大姐說啊 怎麼跟朋友開口呢 沒關係啦 反正我跟陸金華是很好的朋友嘛 還是不太好了 我來想辦法好了 來,請進教練 姐 不用啦,姐 又姐,你怎麼辦啊 好啦,沒問題的啦 師傅,吃點幫我喝 也許我永遠無法忘記 這樣讓我心碎的人 是你 老闆 我過兩天就拿錢來熟 你千萬別把它賣掉囉 只要你三個月裡面來拿 我都不會跟你賣掉的啦 何況這是你老爸留給你的紀念 你也捨不得賣啊,對不對 對 你記得真清楚 是你,你別忘記了 是啊 可是你真的不會給你的紀念 你媽我不會再買什麼 你不得給你的紀念 你看你不注意 就是我 你不得了 所有人 你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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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钱都把你准备好了 你下次不要那么多 来 我要去练舞了 上课不要迟到了 好 约安姐 姐 我去上课了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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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别走了 那你开始上课 好 别走 我怎么不会在这里 你还问我呢 我到现在都搞不出这种状况了 昨天晚上啊 你喝了烂泥一样 余翔把你拖到了这边 说什么 你走投无路了 还要跟我挤一挤 我还想问你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 不好意思啊 把你给挤到地上去了 我 我现在就是找地方去 还找什么地方啊 这里就很好了啊 对不对啊 小猴 是啊 我觉得真的 对你不太好意思 我 我看 小猴 你觉得怎么样 好不好啊 冬天嘛 两嫩级暖和一点嘛 是不是啊 对嘛 小猴啊 跟我们就像哥们儿一样 这个人最讲义气了 你让我去担洗一下 我们带你去买联费 好 不好意思啊 没有关系啦 谢谢 拿一支吧 是的 这什么玩意儿能吃吗 哎呀 毒不死你的啦 这叫猪血糕 猪血加米生的 吃不死人的啦 嗯 味道不错耶 小猴啊 你以为只有餐厅 才有美味可以吃啊 我跟你讲 这种小吃又好吃又便宜 不像我们餐厅 一碗鱼超卖到五百块耶 哎 别紧顧着吃啊 我们是来买免费 嗯 要不要 这张多少钱 这个是配空餐厅 公司刚到好 每条呢 招落给两千 才两千块 便宜耶 探心 探心 这钱还要买免费啊 老板 这什么贝啊 卖两千太贵了吧 哎呦 你看 这个哦 保证十年不会结尾手啦 哎呀 我上次在百货公司 买一模一样的一条 人家才卖一千五耶 你看错啦 这个品质不一样 你说的是这种薯拉贝 一条才五百块而已 好啦 活力多销 一千五卖我 我介绍朋友来跟你买 这样好啦 一千八 这样啦 老板 我们两个呢 各推一步 一千六 不过你要送两个枕头 哈 哦 要倒啦 好 不会算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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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 小姐 那你帮我们包起来 我算你要是快还包喔 包包的啦 不用包啦 你真厉害 两千块东西 一千六就买到 还送两个枕头 我真服了你 这叫漫天叫 就你买一下 少爷 来这里买东西 拿一下叫 看他什么就便宜便宜 大华 你们那一套 我永远全不会 老板 这一千六 谢谢你啊 你好你好 我怕你啊 好 喝的呀 很高养 leri 有 Iz Madame 和よろしく 老板 你看 我还好 对 Trevor 补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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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H 解决啊 我跟你讲 还好我平常做的人不错 不要说这是几千块的事情而已 就算是几万块啊 陆金华他照顾寄进我的 不 不对啊 姐 以后有关钱的事情 你就不要再替我担心了嘛 我先去洗澡了 钱到哪里去了 这也不乖啊 小何啊 你是做了什么坏事啊 我 我没有啊 别骗我啊 我真的没有啊 你别骗我 我都知道了 你快说实话 我把钱都输掉了 什么 你给我跪下 我辛辛苦 我赚钱 供你念书 供你补习 你不学好 居然偷钱去赌博 你 姐 我不敢了 你爸妈不在了是不是 我告诉你 爸妈不在还有一个大姐 少你吃了是不是 少你吃了 还是没让你念书 我不敢了 谁教你高学的 姐 小何 你今天死不搞的 小何他做错什么事情 你非要这样打他呢 他越来越坏了 居然把我放在棉被上 给你准备的三千块 拿去赌博了 小何 小何你 姐 你为姐 你不是拿吗 好了 我知道了 三千块在这里 我拿的 还给你 姐 不管今天小何 有没有真的做错任何事情 我只想问你 爸爸过世以后 你有没有真人关心过他 小何 对不起 他就刚才冲动了 Line 帅 一只 很Me 意 这只 least 你的 你把眼淚擦掉 二姐,我是以為那個錢是你要給我的 我怎麼知道是大姐要給你 她問不問清楚,在打我嘛 媽媽事情都過去了 你要知道大姐打你,那是因為她怕你學壞 她不是故意的 你要知道你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子 如果說你不爭氣的話 大姐跟二姐怎麼跟爸爸交代呢 二姐,我知道錯了 大爺二姐,不可以再對大姐了 她已經夠辛苦了 從年開始,我要你好好地用功讀書 大姐跟二姐,會像我一天一模 二姐,我不想讀了啦 我們家也那麼窮 就算我考好了,也沒錢唸啊 家,你忘記了,還有二姐啊 可是你跳舞,也要花很多錢啊 你知道,二姐最那麼努力在跳舞 就是希望有一天 能夠成為一個很有名的舞蹈家 這樣子你就可以賺很多錢 幫助家用,然後供應念書啦 打勾勾,從今天開始 我們一起加油,好不好 多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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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